增幅将近10%是全球最高的 中钢认为钢市应该要居安思维 风新更是决定从22号开始 废钢价每公顿下调300块钱 使得空头气势有转强的迹象 感谢收看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晚安 非常感谢各位利用每个晚上的7点到7点半 收看我们获利宝典这个节目的来源 台北股市今天表现差强人意 怎么讲呢 可是我的看法是 还是符合整体的一个预期的规划 我们先从电脑图里面 各位做个观察 加权股价指数今天中场 收在7796点 今天最低点刚好就是要收盘价 收在7796点 台股今天的最高点在7832点 所以台北股市该怎么看 在这里要适度小心 在这里你要积极乐观 你有搞好说小伟民 你有讲事后的 我不是跟您做事后的说明 而是说整体上 我们从画面上这张字卡 各位做个观察 过去这五个交易日 我们如果把这个礼拜以来 从3月18号礼拜一 19号礼拜二 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 所有的会员好不好 您一并把这个礼拜 从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传整稿 大家拿出来做个比对 那整体上您从这张表格里面 您做个观察 请你告诉我 本周五个交易日 加权指数的高档区 是否落在7846点 对 加权指数这五个交易日的低点 低档是否发生在7790点 对那既然都对 回过头来以今天为例 所以台股今天早盘来到接近 来到7832 要提防预期高档区 如果以加权指数为例 7846 那低点它会发生在7790 那就撞到 看一次 你念某某小米 你就事后把这五天 高档区画一条平行线 低档区画一条平行线 当然你当然能不能这样说 那整体上还是跟所有的 新旧会员做个说明 好 这次在3月18号 那应该是礼拜一吧 好 这个礼拜一 我们传真稿的标题 叫做 《苹果最爱低沽红海》 今天是礼拜五 我们今天给会员传真稿 今天礼拜五 我们的标题叫做 《多空摇摆加码红海》 这样讲得清清楚楚吧 好 所以以这张表格为例 首先我们从上到下 您稍微做个简单的观察 这是我们向会员所做的简报 底下下方下方 你有没有看 有没有看到 不知道有没有做评估 好 各位当您看到这份报告 这是我个人给我们所有 内部会员的评估报告 那么不是推荐你去买卖任何一档股票 我不是神好不好 也不可能有些观众 也许你把我们当作神了 我都没得到 我的看法要百分之百 今天看A A一定要大气 我没那么厉害啦 我们只是依照我们怎么评估 那么利用这个节目 把它当作一个范本 跟各位做一个参考 记得所有的报告 包括我个人给会员的内部报告 或者是所谓的QFIT 外资所出去的一些报告 都是范本 都是一个范例 不是投资建议 你每一支股票都不要买 好吗 过去 现在 包括未来 通通是范本 我没推荐你做买卖 好 这是3月18号 礼拜一我们向会员的简介 那为什么要简介呢 好 我来看第二章 礼拜一呢 我们当然要向会员做报告 报告什么 礼拜一我们先讲 为什么呢 因为这里苹果要推出 有杀手机功能 针对iPhone6 将有杀手机的功能 这次预期我所看到的 应该有投影设备 包括新的iPhone6 可以直接跟你的电脑做连线 你知道吗 我看到了 在礼拜一 那么摩根大通的经理人 基金经理人 接受CNBC的专访里面 特别提到 针对下一阶段 下一阶段 新的iPhone6 已经有看到 有杀手机的功能 好 郭台銘先生不在 昨天也正式 间接证实有这个东西了吗 所以要怎么做 我感觉一支股票 低估我最向我的会员做简报 三个月十八礼拜一 当然要讲我们准备切入哪一档股票 为什么要去买鸿海 不是推荐你买 来 再来 接下来我们要针对 接下来整体台股 要先向会员做个书名 大盘这一个礼拜呢 就是七七九零到七八四六 再往下走 为什么是七七九零到七八四六 我们要跟客人说 为什么这就是七七九零到七八四六 那我只问你一句话嘛 我们事后来看 加权指数 三月十八号到今天 难道不是七七九零到七八四六吗 就都对了 没怪大家有的人觉得我英文不可以不对 我没那么厉害啦 做个参考啦 二十几五票到目前为止 顶多一档不是让你 不是很满意的只有一档啦 那我认为呢你要照着做啦 来 这是三月十八号 这是我们当天向所有会员 针对当时这一周我们的评估看法 台股就是七七九零到七八四六 往下看 这是我们的推荐模型 这些位置市场的平均成本 怎么去做试算 再来从这里往下走 请你帮我把这里放大 这个部分放大 要多大有多大就底下这里 过去这五年 我不是跟你讲五天五个礼拜 过去这五年 过去这五年 你只要是我会员的 你每天所收到的传证稿一定 一定有当天超级保镖会员的 每一通简讯 第一通第二通三四五六七 对不对 几点几分我一定给你列表 为什么我感觉主管机关 应该强制要求啦 所有的从业人员要跟我做一样 为什么我们就不会跟客人有纠纷 我们对就对 我们不对就不对 不是清清楚楚吗 对就对 不对就不对 人家我有推荐就有推荐 没推荐就没推荐嘛 最起码可以降低业者跟从业 跟所谓的客户之间有什么纠纷嘛 他会发疑你说要买红海 你就不叫我买了 所以这五年 每一天九点十六分 九点三十分 九点四十三分 九点五十二分 十点四十六分 十点五十四分 十二点三十九分 来 再把它放大 可不可以再大一点 红海潜在投报率30% 你不要去买红海 我没推荐你买 那会员你就照着做加码 你就加码 降今天传整稿 这是什么意思 因为我们在盘中向会员座推荐 你快去买红海 他不知道 对不对 比如说首度推荐进场 因为他不清楚 所以我们要 我不可能在盘中简讯 一条一条写了一大堆 所以我们会说 没有关系你就看当天的传真稿 这也是为什么礼拜一 要跟人家说清清粗粗吧 所以三月十八 就苹果最爱就低估红海 因为红海 我们预估 我们的预估 来看底下 我的预估 我说一次 你不要说红海自己估 我没这么讲 我个人的估法 红海预估今年每股盈余 是9块3毛3 去年是7块9毛9 那就等 因为接下来红海要公告 2012年的年报 假设这个估得准 这个肯定就很准 那么我们以今年股价 除以当期每股盈余 等于预估本益比 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预计呢 那红海的本益比只剩8.7倍 这叫历史的低点 我有需要带人家去买吗 没有啦 你感觉 这样有需要带人家去买吗 我哪知道 我哪知道会去不去 你自己做参考 这个不叫红海 这就礼拜一 礼拜二 礼拜三 礼拜四 礼拜五 这不叫台郡 礼拜一 礼拜二 礼拜三 礼拜四 礼拜五 礼拜三 把它放大 你说终顶不去 漏 漏就漏了 终顶我们从50块一路买上来的 你就照着做 观众朋友 我没有推荐你买买人口一支高票 我说一次 我不推荐你买 我也不招揽你参加会议 我只是告诉你 我们怎么做的 希望你有一套 你自己的投资跟操作模式 简单说就是这样 回过头来 你说那下个礼拜怎么办 下个礼拜你要买这一档股票 看好 所有这个礼拜 我们当时办讲座的 桃园 台中 高雄 包括台北会场的朋友 你有到了 因为每个会场 会员到场率绝对是80% 10个会员最少 最少我打包前有8个是会员 台北场假设是50个 最少有40个到场是会员的 看这里 这是礼拜一到礼拜五 我们讲的这一档个股 就是这支 我刚才跟你说了 你听我了 你不要买买买买 他会买一倍 我的看法 所以各位观众 我肯定不能告诉你 好不好 我们预期三月第四周股价向上走 预期投包率会高达100% 但是我们的讲法是你千万不能落去买 因为拜一开始会连参路五天 后来拜会继续落 然后当我们进场之后 肯定股价将开始展开主圣段走势 你说真的吗 我肖幽敏的 拜一拜一拜三拜十拜五 还不每天就 我不认为我会错 您做个参考 你说你为什么这么有把握 举例 我不管 这红台这五天有去没 台北五时这五天 不是7790到7846吗 这不叫台军 不然能去五天 这是这次美林论坛 这一次的美林论坛 发现你都看不见 你没看保杂花15块欧白以后 你猜不到的 这一次美林论坛的总结论 把我们把这里放大 不是推荐你买卖 这支枸票叫2317叫红海 这一次论坛的结论在于 他们认为红海给予正向 我不推荐你买卖 我又说一次 人家的评估提供你做参考 第二支枸票叫做三星 叫做三星 第三支枸票叫New World New World是什么 香港的新世界开发 就是新世界饭店 新世界饭店 底下台股的部分只有三家 一 注意看 2317 买进 二 2330 看到右边 买进 再来三 就是这间 你再看一次 我肖佑敏 为什么这次的美林论坛 跟我们在这个礼拜 就是这间完全同间 我肖佑敏 我跟你说一次 你这份你没贪到我 我无能为力 这一档个股 就是这一次美林论坛 针对台股 筛选台湾总共只有三档 一 二 三 就是这支 这个报告都要留底了 这不能欲白说 台湾外说饭可以吃菜 我不能欲白说 你说那接下来该怎么做 我先举一档个股为翻译 来 所有的会员您看一次 我们统一好不好 我们统一在礼拜一 下个礼拜的礼拜一 我们做完整的一个说明 统一 用礼拜一的传真稿 我会帮你做说明 亚洲选股 对不对 我点一下 超标进化 帮我一个忙 是否可以再放大一点 有正列循环 有极端指标 有极端指标原版 多方策略 空方策略 奇迹系统 趋势决策 战略指标 好 我现在点原版把它点下去 好 画面上你说看到底下 上下 我放大 这个叫做宏达电 对不对 好 宏达电是标准版的极端指标 标准版极端指标 是否有出现多方讯号 对 那为什么要去修正它呢 因为怕你不想做 所以宏达电要怎么看 宏达电该做多 了解系统跟你说 要点极端指标多方策略 你把它点下去 好 来 宏达电 你这样 我帮你放大好不好 便于你做观察 好 极端指标出现 他会告诉你请你去买 什么时候去买 三月十五 二百三十一块 你说拜托你去买宏达电 你说拜托你去买宏达电 这个叫极端指标宏达电的多方策略 好 再来喔 我点离开 有没有一个叫空方策略 你说我宏达电 我刚买放空 我绝对外做都好 那请你不要点多方策略 来 一样 你就极端指标宏达电 对不对 你就点空方策略 好 点下去之后 然后就换句 不好意思 宏达电自选 都以宏达电为厉害 请你告诉我 这里 有没有出现任何的箭头买卖讯号 没有 因为你要放空嘛 所以你把它缩下 你看阶段 好 这里有没有出现过 好 当时在这里 在101年的9月17号 他说麻烦你去办康宏达电 空在多少 空在三百十四块 用你把它办康 然后在这里 在十月二十四 两百六十三块 他说拜托你回补 用拜托你回补 好 这个叫空方策略 多方他只会告诉你 你要多方要进场的 空方他会告诉你 你什么时候该做空 他会把你分成清清凋凋 好 再来 离开 有一个叫奇蹟系统 好不好 因为奇蹟系统是跟期货相关的 那我节目上不能跟你讲奇货 你多多包涵 好 来 趋势决策跟战略指标 这些什么意思 好 你要注意看 我现在点趋势决策 好 请你告诉我 画面上你所看到的 这个叫宏达电 对不对 趋势指标 我把它缩小 再小 好 画面上你所看到的 上方叫宏达电的日K线图 下方叫做我们的动量追踪系统 好 我点底下 宏达电在去年的11月14号 他告诉你 请你去买 你要买宏达电了 买完后宏达电有整楼大戏有没有 大戏一直到这天 今年1月10号 宏达电股价飙升到284块 他说你不要再进场了 然后就从284到今天 都没有买进讯号 没有错吧 好 这个是动量追踪 离开 但是你说宏达电我哪有办法做这么久 我做股票三天就叫长线了 对不对 好 这个叫战略指标 战略指标你给他点了 其实30分钟的 请你告诉我 以战略指标为例 我点这里 在今天 在21号昨天 昨天的10点半 当时宏达电报价在243块 他说请你卖出宏达电 243块 他说请你卖出缩小 这是短线的价差交易 好 他在什么时候有出现买进 在这里 在3月18号的11点半 239块 他在这里 他说请你去买宏达电 在这里 他说请你把宏达电先卖掉 这是短线的部分 那你可以再缩小 在这里 他说请你要卖掉 这里可以卖 该卖你就卖 它是针对短线的 如果说您着重盘中短线的震荡 那你就这么做 稍待两分钟后 你要针对未来 可以为你创造最大获利的个股 去做布局 那为什么要布局 两分钟后向您做说明 台湾牡丹花的故乡 山林溪 洛阳牡丹文化节开始咯 首次引进洛阳牡丹 数十万朵蒸奇豆叶 一年一度母单会 赏花打卡送好礼 山林溪服务专线 零四九二六一一二一七 实现驻台北市的梦想 准备一百五十八万起 拥抱时尚西门丁 享受顶级饭店生活 西门客区 台北惊奇 超越大难 领先市场 挑战自我 掌握行情 市场的长盛军 亚洲投顾拥有一流的分析师阵容 坚强的研究团队 准确的多空操作 稳健的获利绩效 提供您全方位的投资组合 亚洲投顾带您面向不同高度 开启非凡人生 您财富的管理专家 亚洲投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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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珍惜所多 真情照顾 自己电话 025783777 25783777 超越大难 领先市场 挑战自我 掌握行情 市场的长盛军 亚洲投顾 亚洲投顾 云有一流的分析师阵容 坚强的研究团队 准确的多空操作 稳健的获利绩效 提供您全方位的投资组合 亚洲投顾 带您面向不同高度 开启非凡人生 您财富的管理专家 亚洲投顾 亚洲投顾 珍惜所多 真情照顾 自己电话 025783777 25783777 爸爸 鹅排七密窗 专利复了是岛块 学密性能 超越国家标准 3.5倍 有了鹅排七密窗 家就是宁静的停泊港 大家打鼓 也是 白友 台光牌照明 高功率音数95% 全系列LED产品灯泡系列 台光牌LED产品灯具系列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因为PDA在节目上 我这样子秀可能不是 对您来讲可能不是很清楚 那么我用图表 提供你做个观察 举例 画面上你所看到是到今天收盘截止 是红海的日K线图 上方是红海的K线 那么底下是红海的动量追踪系统 以红海的动量追踪系统为例 它在这里告诉我们出现高档的讯号 对不对 这是金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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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现多方 但是今天出现多方 已经起五天了 是不是稍微晚了一点 没有办法 系统的部分 你我们这次开发出来 又针对所有会员 那么它是一个对你来讲 是一个辅助工具 当然你最主要还是依照 我推荐的做操作 如果我发简讯 就不是在发身体健康的 对不对 我就不用发简讯给你了 它对你来讲 对我们所有的会员 它是一个辅助的校正工具 因为我没法带你 我没有那个能力 我也没那个本事 所以你要做短线 你要有一套短线 适合你的一个工具 好 这叫台延 各位请看 这是台延 这个叫日线 大家先看日线 这是价差交易不一样 好 以台延为例 如果以日线为例 我也不知道这些公司会起来的 我都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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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该怎么做 动量追踪会在这里 22块7毛5 在去年的8月 跟你说你要买掉 你用小朋友这么买掉 今天又去创新高 下星期四起跌停板 基本上我问你 不知道嘛 所以你要有一个工具 在协助你嘛 它在22块7毛5告诉你 你要先避开 然后从这里就跌到19块7毛 出现买进讯号 这叫动量追踪系统 动量追踪是会跟你比对 这三个模型之后 告诉你 台一眼 我点给你看好了 离开 换骨 搜寻 1737 各位 你稍待 他在补资料 这档股票叫做台眼 对不对 是不是在这 21块3个元 他说要去 趕快买 有吗 绝对有 绝对有 好来 你看电脑图 看我们字的图表 不就在这里出现买进吗 他在20块8毛5出现卖出 在这里出现买进 那么所有的会员呢 你目前呢 我们会在礼拜一好不好 统一 统一 在礼拜一开始 那让您做升级 这个叫友达 我都举大型股 你比较 全职股 你比较容易做观察 好 友达30分钟的价差交易 会在这里 做买进 会在这里 做卖出 他每30分钟会有一支K棒 当他告诉你 友达这里准备要动了 你也跳一条三角形 红色的 那你就是买进 要卖出也跳一个箭头 跟你说我买买了 就如同这里 帮我把这里放大 这都跟金啊金 他有在这里出现买进吗 有啊 你说那失败怎么办 失败他还会叫你卖啊 那你就卖啊 来看全图 辅助工具 它是利用技术分析交叉比对 多样比对后 做完追踪的一个评估 告诉你你该怎么做 他不可能百分之一百 可是我们长期比对完之后 每一个月每一个季 你的投资报酬率 如果完全依照他 你都是证数的 所以你不能说 我跟他说要做对的 不对的我不要做 不可能 以友达这是最标准 你要赚这一趟 那你要提防 他也会发生这种不赚钱的 那不赚钱你该走还是要走 好这叫星光金控 一样 这里 他不就在3月4号这里出现买进吗 在3月大概12号这里出现卖出 这样就不赚钱 这短线了 但是对把这里放大 这里放大 好短线他也会出现 买进之后涨了又杀下来 又叫你卖出 好不 因为他必须帮你散射停损跟停利 不可以说买了 材他去 路也不可以 起也不可以 不行 他一定会帮你设停损跟停利 这叫30分钟加差交易 这叫星光金控 我对错一并都帮您做说明 这里买进 这里买到这里大赚 你没那么厉害 这里买进 这里卖出 这里买进 这里卖出 这个叫群创 买进 卖出 买进 卖出 目前是买进 这叫熔岩 买进 卖出 买进到目前为止是续报 一 二 三 四 一 二 三 四 好不好 您自己做观察 动量追踪的是日限 如果以动量追踪是日限 它就一 这叫答方 买 卖 卖 提供您做一个参考 下个礼拜所有的会员 下个礼拜的下半周 我们准备带你进场这一档 这一次美龄论坛 特别提出给予正向买进评估的股票 我们相信将会是一档 在未来呢 比鸿海更值得期待的一档 超级多方的一个强势 攻劍类股 如果各位您对我们的系统 包括我们的操作 想进一步了解 欢迎您可以在节目后 打个电话给我们的主理朋友 这部小幕要再来说一次 所有节目的评估 不是借给你的投资建议 不是建议你去买买股票 那么在这里呢 也祝福我们所有观众朋友 合格平安 身体健康 操作顺利财源的广景 谢谢您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台北湾2805 9898 超越大凡 领先市场挑战自我掌握行情 市场的长盛军亚洲投顾 拥有一流的分析师阵容 坚强的研究团队 准确的多工操作 稳健的获利绩效 提供您全方位的投资组合 亚洲投顾带您迈向不同高度 开启非凡人声 您财富的管理专家 亚洲投顾 亚洲投顾珍惜所多 真情照顾 自己电话 02578 3777 2578 3777 超越大凡 领先市场挑战自我 掌握行情 市场的长盛军亚洲投顾 拥有一流的分析师阵容 坚强的研究团队 准确的多工操作 稳健的获利绩效 提供您全方位的投资组合 亚洲投顾带您迈向不同高度 开启非凡人声 您财富的管理专家 亚洲投顾 亚洲投顾珍惜所多 真情感